俗话说什么的父母,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子女,此话放在现在也很受用。 这部十二生肖当中,就有其中三个属相的夫妻,后代多福,生的儿子多成器,女儿可能是美人。 生肖马,曾经有位画家徐卑弘先生,一生中之画马,每次看到徐先生的马,都会让人不禁心中沸腾,或是万成奔腾,或是从田野中来,或是从神话中走来,千姿百态,情色各异,栩栩如生。 现实中的马也是如此,不仅通人性,还能成为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白马王子的象征。 夫妻当中只要有一人属马,后代当中,若是个女子,必定是个美人胚子,才貌注重。 若是个男子一能也能继承父母的才华,多才多艺。 子孙后代都能继承,生肖马的容貌与智慧,世代多子多福,将门胡子。 生肖牛,牛是上帝的馈赠,几千年来,农民勃勃的生产和劳作都离不开他,而牛始终全心全意的,为农民勃勃服务着,愿劳愿愿。 生肖牛也是如此,多少千百年来,都改变不了,他那勤劳和愿劳愿愿的使命。 夫妻中,如果有一人是生肖牛,那么,这个家庭一定幸福无比,因为生肖牛从来不会抱怨生活,心态积极向上,为之开心无比,遇到这样的伴侣,一定好好的珍惜。 对于子女,生肖牛也是教育有方,言传身教,这样的家庭,多出才子家人,脾气好的没话说,后代有福。 生肖猪,很多人觉得猪笨,但觉得,猪很可爱,天真,烂漫,没有心迹,活泼而又欢欢,一样的健康美丽。 夫妻当中不有一人是生肖猪,这个家庭一定是夸生肖语,快乐不断。 生肖猪因为没有心迹,在事业当中也许很笨,但却能得贵人无数,出现任何的纠纷和问题,都能得贵人出手。 一路上欢歌笑语,十二生肖当中,谁又能学得来呢? 生肖猪的乐观对其后代影响生育,后代们都是欢乐之人,没有什么心迹,是难能可贵的孩子,未来更是前途无量。 生肖运势,夫妻之间,对孩子的教育言传身教,以自己作为榜样,相信自己的孩子,也会和父母一样出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